大家好,我是小漆兒 今天呢,我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把每一本書都變成可以 是玩找一找的遊戲囉 這樣就不用一直買找一找的書喔 因為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很喜歡玩吧 跟我一樣 好,首先呢 我把一個猴子擺 剪成這個形狀 你看我剪了小車子的形狀 因為我們家的兩個小男生都愛小車子 剪成小車子的形狀 你看這小車子叫什麼顏色 呃,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找一本 顏色對比 顏色對比 不會很複雜的書 像是這一個 這個還蠻好畫的 然後呢,我先把一張紙上面 畫了那個圖案 先沿著 在白紙上畫了這個圖案 然後呢 再找一個 我想畫的位置 像是 我想畫的位置是 這裡好了 我想要我的小汽車在這裡 接著 我就把 登登登登 這個畫成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可以跟小朋友問說 小朋友 這台汽車 藏在這本書的哪裡唷 他們就要開始來 找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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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裡嗎? 我想不是 在這裡嗎? 我想不是 是這裡嗎? 不是 登登登登登 答案是這裡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讓 每一本書都變成早一早啊? 很簡單喔 大家做給自己的孩子玩吧 下次再一起玩囉 這裡 是嗎? 我看一下圖 看一下 有 阿滴滴你的手借過 好 好 你先仔細看 觀察啊 有什麼顏色在圖上 來 黃色 來 來我看 黃色 粉色跟綠色 好那你看看 這個綠色是在哪裡 是在車子的哪裡 好 那 他這裡是不是斜斜的 那要怎樣才會斜斜的 你這樣要怎麼挪 挪這個 讓他變得斜斜的 這樣 欸 對耶 對不對 有點喔 那你再稍微瞧一下 你再讓哥哥看一下 我不行 完了 可以啊 你剛剛差不多了耶 你要不要再試一次看看 這裡 對 是不是那裡 阿他在車子的哪裡 是不是只有一點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哎呦 差不多了 然後你再稍微調整一下 他這裡 我這裡的是不是比較大圈 要怎樣才能讓他很大圈 欸 是的 你找到了 你找到了 車車就是藏在這裡 對不對 給他是不是自己調整一下 就可以找到了 對不對 那換弟弟玩 讓他玩玩看好不好 因為他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啊 我畫的就答案啊 我自己知道他就是答案啊 因為媽媽就是答案 嗯哼 這個在這個框框在裡面 不要找出來 好 那我也來找囉 好 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設計這一題 謝謝你